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一开始带您来关心一下台北市的市政讯息 在民国89年被验出海沙屋的松山的延寿国宅六个区块 经过了多年的协调 现在有四个区块已经取得高比例的住户同意 将会进行都更的作业 而北市府也计划将会在明年最慢全数的动工 希望让住户可以早日放回家园 台北市长柯文哲带领相关局处首长与中华工程主管 共同为松山区年寿国宅海沙屋杜庚案 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预计两年后就能完工 让住户翻路使用 动土平安 住得共一 为何品心 所有杜庚案件最困难的就是沟通跟整合 我想这次可以顺利开工 知识者能够做到好的沟通 我想这是最主要成功的因素 民国80年完工交屋却在民国89年被验出为海沙屋的延寿国宅 一度让6个基地区块高达654户的住户 不知该何去何从 经过多年协调 在去年4月全数完成搬迁 才能让都更作业顺利进行 几乎这边盖起来的品质都是陶材等级 所以我们也祝福这个社区里面 又一个新的房屋美好的环境 飞檐驻为海沙屋的延寿国宅共分为6区 目前已有4区获得住户极高的同益比例 其中M区已在105年完工 这次动工的K区将在109年初完工 I区跟J区也预计在今明2年内动工 希望让参与的都跟住户 都能早日重返家园 海波达台北数位新闻郭正明 参谎 台北市长柯文哲三月份出访了泰国 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国 回台后积极地进行新南向的政策 包括了六四大学 设家的企业一起来合作 由政府补助奖学籍 希望吸引了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的学生来台就读 毕业之后还可以直接记录企业上班两年 希望可以扩大台湾的产业连结 高耸的尖塔夜晚还会熠熠发光 这是马来西亚第一高楼双峰塔 而人口数仅次于中国的印度 则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这两个国家将成为台北市长柯文哲 新南向政策的其中一环 那因为马来西亚是我们台湾通航 我觉得它是一个台湾通航回教世界 一个很重要门路的地点 那我到印度的时候坦白讲 我们台湾ICT在硬体大概没问题 硬体制造我们很厉害 可是软体方面总是觉得有点欠缺 为了培育优秀的ICT专业人才 台北市府制定了南洋北流 台北市ICT南钻人才汇流计划 由政府补助奖学金 希望招募马来西亚和印度的优秀学生 来台求学就业 扩大台湾的软实力 台湾硬体是全世界最好的 软体印度有最优秀的人才 所以就回来台湾以后 我们也去拜访行政院 都订了今天这个计划 这项人才汇流计划 获得包括台湾大学 清华大学 交通大学等六所大学 以及合作 人保 台达电等12家企业参与 参与计划的外籍学生 将可以获得每年8万学典费津贴 以及3万6的住宿津贴 并可在毕业后留在台湾的企业工作 借此扩大台湾产业连结 并且增进国际情谊 开播大台北数学新闻 曹德华采访报道 由卫福部所举办的 社区关怀据点的金典奖活动 目前公布了入围名单 新北市共有6个单位 以及4条旅游路线来入围 不仅仅打破过去的入围记录 成绩也高居于全台之观 而新北市社会局局长 特地利用了联系汇报的机会 亲自颁奖牌 也肯定同仁们的辛劳 从新北市社会局长张景丽 手中接下奖牌 各社区关怀据点的代表 喜悦全写在脸上 由卫福部举办的 社区关怀据点经典奖评比 今年新北市共有4处基优社区 2处卓越公所 和4条旅游路线入围 成绩高居全台之观 局长特别利用关怀据点联系汇报 颁发入围奖牌 肯定同仁的辛苦付出 今年其实我们的入围 有4个社区关怀据点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历年之冠 因为入围其实就是得奖了 换句话说 入围已经是非常肯定 社区里面所做的付出 或者是福利社区化 包含我们对长辈的 这些相关关怀的活动 入围就是得奖 因为要从全台 好几百个社区中脱颖而出 相当不容易 尤其今年新店和五谷区公所 也入围卓越公所 另外像是新店下层社区 有丰富的人文特色 也入选旅游路线 未来希望透过参访 让更多人可以增加 社区照顾服务的认同感 今年我们的卫福部 也有50条的社区的旅游路线 我们也是全国入围最多的 我们一共有4条路线 入围 那其实这些路线也是鼓励 大家能够做更多的社区 相互的观摩跟参访 社区关怀据点 若时在地就养 健康乐活 不管是老人共餐或是银法俱乐部 都能鼓励年长者走出家门 透过和邻居的紧密互动 关心彼此的身体健康 既有据点的评选活动 让社区经验分享 提升在地服务 开播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参谋报导 而新北市政府也持续打造一个 银法友善城市 在推出了当我们老在一起的 银法政策服务网站 这个网站整合了 新北市所有银法族的相关政策服务 以及福利津贴 活动讯息等等 也包含了 实际上最行的长辈图教学 让长辈们随时可以 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来找热字 阿公阿嬷欢欣鼓舞 跟着音乐手足舞蹈 会这么开心 全是因为专属他们的官方网站 正式上线 新北市持续打造银法友善城市 包含共餐 公共拖劳中心 动健康等 此外为了整合资讯 并方便年长者利用查询 新北市再推出 当我们老在一起 银法政策服务网站 当我们老在一起 不是只是希望 我们所有的市民 可以健康快乐 老在一起 不管是吃饭 不管是生活 不管是运动动健康 不管是学习 不管是各项 都能够在一起以外 我们把资讯在一起 当我们老在一起网站 结合新北市所有 银法族相关的政策服务 福利津贴 及活动讯息等 同时也包括 时下最夯的长辈图教学 让长辈可以轻松制作 并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真正从老年人的角度 从银法族的角度 从友善的环境 他所有我们银法族 需要的每一项资讯 我相信这就变成 真正的很好的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我们大家整合起来 然后我们随时来更新 根据统计 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 已高达48万人 占总人口的12.26% 预估2021年将正式迈入高龄社会 新北市长朱立伦希望结合各项 银法友善政策 让长辈们天天开心 健康乐活 台湾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路红采访报道 近年来台湾吹起一个露营风气 有不少民众会规划 到户外来进行露营的行程 但是您知道吗 根据消机会的调查 国内的露营规章不一定 而且近七成的业者 未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另外退费的方式也缺乏了规范 等于游戏规则 是业者缩了算 让消费者的权益没有保障 和家人朋友相约到野外 享受大自然分多金 近年来像这样的露营风气正夯 每到假日 全台露营地几乎爆满 但消机会抽查全台15个露营地 竟然有六成七的网站上 没有标示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也就是说万一发生意外 消费者的权益可是没有保障 所谓的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的业者的话 大概15家当中有5家 那10家没有 我们看起来的比例大概67% 它是没有揭露在大家的官网当中 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此外消机会也发现 各家业者退还定金方式不一 现行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只是用观光旅馆和民宿 有露营业者就规范9天前退订 才享有全额退费 相较于定型化契约3天前可全额退费 显然规定严苛不少 目前制定的这个旅客订房是 业者提供一个房间 那么露营场地是业者提供一个 露营的设施以及场所 性质上是类似 我们认为说可以拿来作为原营 因为目前并没有针对于露营的场地 有任何的这个法律上规范 目前针对露营业者规范 经济部 内政部 农委会各有执掌 但消机会还是呼吁政府 尽速将露营地纳入管理 或是令定专属定型化契约 让业者有统一规范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婷采访报道 广告回来告诉您 为了推广习物爱物的观念 新美市政府整合了民间爱心资源 成立一个习食的分享网 更进一步成立了习食分享厨房 招来餐饮客的学生担任义厨 让共餐食材更有创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您知道吗 其实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 台北市的联衣和平富裕院区 推动了一个一起阅读的活动 鼓励家长念书给小朋友听 刺激儿童的语言发展 以及提升专注力 院方还特地邀请到市长柯文哲 以及小儿科主机医生的夫人陈佩琪 一起到现场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场面相当温馨有趣 特别市长柯文哲夫人 也是联合医院和平富裕院区 小儿科专任主治医师的陈佩琪 戴着耳机神情自落地 对着小朋友们说起雄赞的故事 可爱的吉祥物熊赞也相当配合地 做出各种动作 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有 有 有看过的鸡头 有这么多人看过妈妈的手 为了推动富裕医院和平富裕院区 推行一起阅读活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夫人陈佩琪 拿起儿童会本认真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另外还举行有奖侦达 虽然柯市长夫妻孩子已经相当大了 但还是看得出带过三个小孩的陈佩琪很有经验 反观柯市长面对小小孩似乎还是没辙 那如果小朋友的时代 都带大家去听音乐 以后长大才有可能买票去听音乐 所以这个小肉养成的习惯 可以影响终生 说你要来打育黄针 例如说六个月一岁 一岁半到两岁 那其中有四次 我们会选择一个童书 适合年龄的童书 让家长带回去 那让家长带回去的意思 就是希望说家长能够及早念故事 给小孩子听 一起阅读活动 希望鼓励家长们念故事书 给孩子们听 刺激儿童语言发展 以及提升专注力 而市长夫人连阳出席代言 希望透过专业医师的角度 换起家长们的注意 养成亲子一起阅读的好习惯 开播大大白书 北都是台湾民魂中外的著名的温泉区 为让民众更加了解温泉文化的魅力以及特色 台北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观光活动 而迈入第16年的2017台北温泉季 将会在10月19号登场 包括了亲子破汤区 祈福以及美食小食区等等 让民众在5天的时间内感受到台湾第一拳支撑的魅力 小朋友们精神抖擞扛扛着神轿出场 还有熊赞跟欧熊在旁边吆喝 与新北投温泉吉祥物乌娃娃 一块为2017台北温泉季站台 以泼汤祈福文化庆典为主题的台北温泉季 邀请大家来北投 享受有台湾第一拳支撑的精粹 就好像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泼汤无话 泼汤来住 北投在明年的10月 我跟各位讲绝对是一个国际级的观光城市 我把这两个公园把它结合起来 甚至于中兴新村 甚至于梅园 甚至于卡塔格兰馆 未来原住民在那边表演 甚至20号公园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北投生态博物园区 不是只有去泡汤而已 未来我们去那边无话 享受一些历史 包括淤衣设计 拿卡西歌唱比赛 明华园寡喜 来自日本指宿市的夏威夷草群舞 都将盛大登场 另外食材高档 展现经典特色的酒家菜 泡汤住宿券 满意送一 都等着民众来体验 今年的活动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叫做 会码 这会码 那这会码上面呢 要写上你的祈福的这个心愿 很多老师说 愿有多大 量就有多大 所以要有强烈的心愿 就会有强烈的能量 迈入第16年的北投温泉季 将在10月19号起 一年5天 在新北投捷运站七星街登场 主办单位 特别是温泉协会 邀请国内外的游客 唱入新北投 感受年度温泉盛典的洗礼 记者顾餐友 蔡芳芳导 根据统计 全台湾平均每人 一年都会损耗 158公斤的食物 相当于一天 就会浪费掉一个便当 为了推广 习食爱物的观念 新北市政府 成立一个习食分享网 整合了各个民间团体的 爱心资源 更进一步成立了 一个习食分享厨房 找来餐厅学生 到了共餐点 担任一厨 把捐赠的食材变成创意料理 现在透过镜头 带你一起来看看 各校餐饮科系学生 秀出拿手料理 不论是卤猪脚 或是油饭 这些半桌常看到的菜肴 色香味俱全 一点也不输给餐厅大厨 这么丰富的菜色 现在在新北市的社区共餐 也能吃得到 而且食材 全都是善心企业捐赠 分享食食观念 我们这样的处理的话 可以再把食材利用得更好 更完善 因为市政府有规划 跟学校配合 那我们也很期待 如果他们来教导我们 更好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长辈的厨艺 能够更精进 大家吃得更健康更开心 新北市府推广食食理念 结合各局处 成立食食分享网 由菜市场或是餐饮业者 捐赠NG蔬果 将多余的食品分享给社区共餐 现在还到深坑深高社区等五处 成立食食分享厨房 找来高职和大专院校学生 到社区担任益厨 把食材变成创意料理 分享给社区长辈和弱势而少 让更多人看到 其实就算它是NG的蔬果 它是一些我们大家 共同食食出来的一些食物 也可以变成非常美味可口 充满创意的食材 根据亚太粮损资料显示 台湾一年粮食总耗损 至少370万公顿 相当于每人一天 会浪费掉一个便当的食物 新北市府希望透过 席池分享厨房 让资源可以妥善分配 不仅能照顾更多弱势团体 也为爱护地球尽一份力 台湾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导 为了关怀弱势 新北市卢州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在农域理事长的议员代表之下 一行人浩浩荡荡 前往了彰化县的西州乡 甚至起治中心关怀来探视 除了捐赠大批的生活物质作案 也致赠了弱势朋友中秋节红包 志工们齐心协力 将一箱箱的爱心物质搬下车 大家不畏辛劳 就是要把爱传出去 为了关怀弱势 卢州社区健康营造协会 在农域理事长新北市医员李翁月儿的率领下 一行人浩浩荡荡 前往彰化县西州乡的甚至起治中心 关怀探视 除了捐赠大批生活物质 也致赠中秋节红包 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社会上 很多艱苦人 很多吃饭 很多身脏的朋友 包括寒事疾病 所以需要我们社会大众 大家一起来关怀 那么我们理事长 以及所有爱心的志工 都要转性走走走 也是要向我们社会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都可以聚会 趁着你温暖的手 跟温暖的手 来帮展到我们 相互必需要我们帮忙的人 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更加的温馨 議員的团队 很多的团队 理念自己而已 把爱传出去 这是最重要的事 对顶尾的爱心 来走 甚至起治中心 本着天主不爱的精神 长期提供此缓而 及身心障碍者 良好的学习环境 帮助他们独立生活 减轻家庭负担 这种烂爱行动的理念 与如坐车去健康 营造协会不谋而合 大家相知相惜 希望把这份爱的力量 串联起来 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从这么远的地方 来到我们彰化的西州 很早就出发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也很开心 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机会 让我们有这样子 把爱真的 经过我们的串联 能够送到台湾每个角落 让我们的孩子 也有机会受到一些温暖 然后感受到一些 来自其他单位的一些关怀 由于受照顾的孩子 越来越大 服务空间也越来越不足 目前甚至起治中心 正积极募款 希望新建新的服务据点 李翁月儿呼吁各界伸出元首 帮助他们能早日圆梦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 台北市市林区的历史发展 市林区空手特地发起了 探索八字兰的前世精神活动 基于一系列的教学 以及走访的课程 详细介绍市林区 最后也邀请到专业的戏团 透过野台戏的演出方式 让民众回味早期的生活 市林区名人潘咏青 靠着个人智慧与众人的支持 觅平了许多外来打压的恶势力 成功开辟了直男新街 也为市林区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市林区的发展 在市林区域与伴奏青 有提供民众的观点 所以今天演这个花园 来讲这个故事 市林区光所为了让长辈们 回味八字兰的发展 也让年轻世代探索 八字兰的历史典故 特别选在市林捷运站的 入天市集广场 也是最早期的花园地 透过歌仔戏的表演 让民众更了解市林的历史典故 那透过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让大家 用戏剧的方式 让大家来知道说 这段历史其实曾经发生过 而且你看多么戏剧性 其实我们今天在台上演的这些剧情 大部分都是真实发生的 为了让有兴趣的民众 能持续深入了解市林区 群众所还透过各式教学与走访活动 认识社区文史故事 培养尊重及关怀精神 让大家对于故乡更有利于距离 改播大家的书为金融 郭泽铭采访 财榜网 你不要骗 你不要骗 其实爱在你的心中 别让他沉默 爱能存在多少感动 就能知多少痛 迷失独重 相信勇余之后会炸脑自我 不是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如果我放弃 邪恶就赢了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十位新闻 常常在原住民的料理之中 听到了马告 你知道吗 马告其实是一种珊瑚椒 在原住民朋友做菜时候 经常用它作为香料 也成为了原住民料理中的特色 新闻市金发局就邀请到 乌来的餐厅业者 研发了马告的创意料理 要在乌来老街风鸡来拌桌 让民众也可以品尝到 马告的私房菜 希望可以借此带动 地方的观光收入 原住民热情的舞蹈带动现场气氛 乌来泰亚族朋友邀请民众一起感受部落文化 不光有视觉饗宴 当地餐厅业者 还把特有的香料 马告加入料理 推出特色私房菜 用看称是世界级的香料 征服游客的味 大部分都是野生的 但是我们乌来泰亚合作社 技术转移 已经可以生产 自己繁衍这个马告苗 目前我们自己育苗的两万颗 马告是原住民特有的新香料 大多是野生种 乌来马告近年来 已经成功育苗栽种 更具有回甘风味 要推广乌来马告 县北市进发局 特别推出马告特色料理 10月14号 要在乌来老街 丰街半桌 除了能品尝原住民风味餐 还有马告饼干 肉干和啤酒等创意商品 把人带进去乌来 这样子办理这样的活动 同时我们也希望 把他们的特色的产品 类似这次我们新香马告 把他们的产品 卖到外面来 所以他这样 就是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增加更多的商业的活动 这样是有助于 他们的生计的发展 乌来不光有原住民文化 和特色餐点 更有丰富的生态 市府开办马告特色宴 希望吸引民众 一起体验乌来的美 借此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台博大台北苏尔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导 台湾的活动讯息 但您看到的是 连续举办第11年的 台北爵士音乐节 将在10月底热量登场 这是除了有国内外顶尖的 爵士乐团之外 在台北市丹安森林公园 举办户外展 以邀请到国际级的 格兰美爵士大师 来台交流 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们 一定不能错过 这场音乐饗宴 融合流行元素的爵士乐曲 节奏充满变化 又带点慵懒 是忙碌都市人 放松心情的不错选择 已经连续举办 第11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 今年将在10月20号登场 这回早来荣获多次 格兰美奖提名的键盘手 Jeff Robert 和台湾爵士 Saxe风手董顺文 通台演出 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 因为要跟Jeff Robert演出 那个太辛苦了 那个他寄来的谱有过难的 第一首歌就七拍那种 什么的 吓死我了 哇塞 我现在都有点后悔 答应这个演出 不过还是很期待 就是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学习 要和国际大师合作 董顺文坦言压力可不小 但更期待有这样的交流机会 另一位葛莱美奖常盛军 爵士音乐界传奇小号手 Randy Breaker 也会和巴西演奏团 带来拉丁风等多首爵士表演 出了两场售票演出 10月27号到29号 在大安森林公园 也将有来自各国12组乐团 每天下午4点举办户外演出 通过爵士音乐界举办 我们可以跟各种 各个国家里面的爵士乐手 爵士乐的风格 爵士乐的文化可以接触 这个是让我们台湾流行音乐 可以更好国际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台北市积极打造流行音乐中心 希望借由爵士乐 凸显台湾音乐素质 主办单位文化局 前往各校园举办巡回奖座 鼓励更多年轻朋友 加入爵士乐的行列 同时也邀请民众一起到现场 感受爵士乐的无穷魅力 开播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导 新闻的最后 带您来关心一下气象讯息 相信这两天 很多各个观众朋友 常常被淋到这个落汤集 到底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根据气象局的指出了 在今天入夜之后 随着南边水汽持续北上 雨势以及区域也会再增加 而中部地区受到影响程度比较小 属于午后局部的转战雷阵与天气 但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加上菲律宾东方海面 热带性低气压带来的东南风 容易形成了共犯效应 影响范围也会变更大 这样的雨势可能会带来 一些局部性的灾情 也请当地的民众 务必要注意安全 也请您外出时要攜带雨具 明明也被淋成落汤集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波大台北市卫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东群 我们下回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